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真的要求陈时中部长公开出来对事情道歉 来出的事情你到现在不道歉 这种事情总应该道歉一下吧 道歉为止是打的状况 真的没有办法一定要这样子暂停吗 是不是能够给一些缓冲 9月份的时候去调来的资料 非常的清楚 为服务工长 今年疫苗的量 Go 所以从10月5号开始叫做不分阶段施打 也就是没有去区分学生先打 或是长者先打 或是社区先打 意思就是量度 所以我10月5号同步全部一起开打 其实大家都可以预期到 今年接种人会多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大家会希望多一层保护 让自己能够起码不要得到有感 从第一天第二天 大家就可以看出端倪 我们就不知道说为什么10月5号宣布到今天 而且就突然宣布 从明天开始50岁到64岁不能施打 那对于经公告天出去的社区施打 也接下来的里长 都是还在比较后面的里长 那他怎么样 明天开始被洗脸的会是部长吗 被李明骂的会是谁 都是第一线最辛苦配合政府的里长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真的要求 陈时中部长公开出来对事情道歉 来出的事情 你到现在不道歉 这种事情总应该道歉一下吧 到现在为止是打的状况 真的没有办法一定要这样子暂停吗 是不是能够给一些缓冲击 或是起码社区的部分 能够让公告出去 不要让大家觉得政府 又再次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 部长陈时中 还有我们的卫福部 能够就今天这么草率的宣布 能够在座检讨 因为现在疫苗的事情 马上就喊停 是当初原来的公告 他的政策 改变 管理的改变 可以凸显出 为何不好 自己的人 这些东西 这些改变 我想老百姓能够量级 能够接受 因为今年的疫情特殊 而且大家紧张 所以今年的量 应该比较大 你供应可能来不及 因为你订了货 加近八百万啦 七百万也好 那么没办法一次到处 老百姓可以挤量 可是老百姓不能接受 朝令夕改得这么快 说我原来五十岁以上就可以打 现在突然啪 一个这么大一个改变 这么大一个改变 然后你那个神效 马上神效 你好歹一个反重型 你说 你要赶快 这个一个礼拜 或者五天 或者十天 十天以后 我开始做一些的管制 因为我现在量不够 我们现在除了大安局 我们现在都一样 台北市几乎各个区 都有这个现象 对于卫福部这样子 轻率的一个改变 他原来的一些的管理方式 管理措施 我6分钟的央区 感应器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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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